放长线钓大鱼 环境教育 原来有这么多的因素不利于生物多样性 我知道叶老师您是环境教育专家 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环境教育 谈到环境教育 很多人都说好像就是校园绿化美化 或者是资源回收 这样好像太窄化了 请您为我们说明一下 我想因为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把环境教育到底是什么意思 把它说清楚事实上不太容易 我想最简单的方法应该这样讲 所谓的环境教育就是为了环境的所有教育 就是环境教育 所以它绝对不是跟大家讲污染如何整治 或者说刚刚我们讲这条鱼要怎么保护 不过不是只有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全方位的配套 甚至说我们现在看待环境 环境这两个字的意义 其实它也包含了自然环境 包含了社会环境 还有人文社经条件等等 所以其实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从我们国家的环境教育法的角度来看 我们国家的环境教育法 当时在定定的时候 其实已经讲了 我们希望能够让国民了解 个人和社会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 这句话其实讲得很清楚 我们讲的环境教育 其实讲的是自然成分 社会成分 还有整个社会运作的一种交互影响的复杂关系 最早的时候 大概在1940年代 当时在美国国家公园刚开始发展那段时间 就是优胜美帝国家公园 刚开始发展那段时间 其实环境教育最开始的时候 是以户外教育的形式存在的 这是第一代的环境教育 我们称之为在环境中的教育 就是Education in the environment 在环境中 到后来慢慢的它的领域 跟它的范畴越来越广了之后 只要是和环境相关的教育 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环境教育 大概在七八十年代之后 这个就是Education about the environment 跟环境有关的就可以了 到现在 其实就像一开始我刚开始讲到 为了环境的所有教育 所以是Edu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 所以现在的情况跟过去比起来 我们的领域越来越广 我们的范畴越来越宽 所以其实我们看待环境教育 可以从各个的角度来看 事实上有一句话叫做 所有的教育都是环境教育 也代表说其实每一个领域 都跟环境教育有关 所以环境教育事实上是一种公民教育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我常被问到一个问题说 那我是某某科系的 或者说我的专长是哪一方面的 那我跟环境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这几年因为在外面演讲 常谈到这个事情 那我常跟各个不同领域讲说 我要用一个概念来证明 每一个人都跟环境教育有关 所以我们可以参照一个图 就是环境教育它大概有什么要素 我们简单的来讲 我可以说它有五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热情 一个人要有热情 他才能够去从事环境教育 尤其是各位知道 每个领域都有需要一些不同的 特别的人格特质 教育者本身呢 必须是一个不是只有独善其身的人 他必须想要去影响别人 所以热情是一个先决条件 那第二个其实就是 今天我们的这个课程的重点 叫做内容 比方说如果内容是生物多样性的话 这里面可能就包含了一些 生物多样性的最基本的范畴界定 到底是什么 比方我们最简单的讲到了 从最小的东西来看 生物基因或是遗传多样性 再往大一点 我们刚刚谈的物种多样性 再更大一点的生态多样性 这样的划分之后 我们再来看待刚才我们 比方讨论里面的 物理成分 化学成分 还有其他的各个不同的跨领域的成分 那我们可能也会讨论到说 这个和我们的社会的习惯 还有我们的经济的结构 中间可能会产生怎么样的关系 所以对于内容方面的理解 这个要领域专家来领导 所以比方说 生物多样性的环境教育 这个由方老师来去处理这个议题 里面的基本的架构的定义就不会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对生物多样性本身不够了解 我们就不太可能可以撰写出非常好的这方面的教材 或者说推广很有效果 内容 我们刚讲到热情和内容之外 其实第三个就是教育本身 因为我在师范大学这个体系也待了十几年 其实教育这件事情本身 它是有非常深厚的专业的 我们就一个最简单的角度来看 我们一般 一般我跟方老师 我们都是理工科系出身 起码在我过去 在理工科系这个就读的过程里面 我总觉得知识处理好了 所有东西通通处理好了 后来真正到了教育的时长之后 其实我们才发现 不只是中小学 包含大学在内 甚至包含到了社会以后的社会教育 里面不是只有知识 还有态度 还有技能 整合起来 还有很重要的价值观 教育里面 我们如何透过各种教育的策略 定定好的教育目标 搭配好的教育策略 以达成刚才我们设定的目标 这里面目标不能只有在知识 必须还包含了态度 包含了行动 包含了价值观等等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讲这么说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 不是只有工程师或是科学家 在环境教育里面才要扮演角色 我们还要搭配一些懂得教育 尤其懂得怎么去让自己的事情 说出来之后别人能够了解 而且先要了解别人他先知道什么 这样的角色 所以教育者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最后两个是什么呢 第四个是整合 这个整合就像方老师 原来曾经担任过海生馆的馆长 这种博物馆就是一个最好的整合 我们推出一个课程 或者是我们今天去做一个活动 整合 让所有东西变成一个 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好的产品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环境教育不是只有说 一个老师很会讲 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必须要整合很多的社会资源 那最后呢 其实就是传播 怎么把整合出来的这个好的产品 能够有效地传播出去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其实在学校里面 我想方老师应该也同意 有很多的老师研究做得很好 但是他不见得讲的话 别人听得懂 或者是说能够吸收的进去 传播这件事情 除了学校老师本身之外呢 也要搭配很多的社会资源 比方说搭配现在的网际网络 或者说所有的先进的科技 还有呢 各种的传播领域的专业的人士 他们的各个不同的技术 各个不同的社会经验 结合在一起 能够让环境教育的效果 传播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而不是只有学生而已 我要特别讲 环境教育不是学校环境教育 它是整个社会的环境教育 是什么叫我特别的 权医员 留好 对